从小到大,我们农村人他们海边有带鱼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当着带鱼吃了 为什么呢?也像带鱼一样的 到时候也放到油里面煎起来 江浙一代人都很喜欢吃带鱼 对吧?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鲜巷子就是我们农村人当初是没公路的 那么我们老一代人就这样传承下来的 那么有鲜有这个糯米粉 有辣椒 还有这个放点盐 其实就是这个鲜菜一样 尽量用这些食材能够模拟出带鱼的那种口感味道来 对对对 舟山带鱼是浙江人的集体回忆 在电鱼获取带鱼的沿海地区 小火油煎最显家常风味 油箱经过高温钻入带鱼身上的细窄花刀 原始的鲜香风鱼最适诱人 风干后的带鱼则干受紧致 碳火烤制下催生出更加浓郁复杂的风味 而在猪大哥的童年境遇里 几块腌制的带鱼是山里人逢年过节餐桌上的奢侈品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妙技 想出了用糯米和茄子制作带鱼的方法 这究竟是哪种做法呢 这个鲜香要把两个厌长的拿一根来 这里把它剥开 一人一剥一根 就直接手撕就行 对 手撕手撕 这个感觉特别丝滑 感觉像拉拉索似的 比拉索还要丝滑 很顺啊 这种手感极佳的长条茄子 在当地叫洛苏 皮薄肉嫩水分足 是南方人喜欢吃的茄子品种 茄子非常吸油 切成段跟五花肉一起炒 肉里的油脂被茄子充分吸收 变得油亮诱人 咬上一口满嘴油香 这么好吃的茄子 要如何跟糯米合体 成为山里人的待遇呢 看你是在这条上 对 这条上扑上蟹 加一张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个糯米粉 在这中间 就是起到了一个粘合的作用 对 粘在一块 对 它比较有柔性 粘起来 有柔性 然后吃起来有嚼劲 真的是山里人的智慧 劳动人民的智慧 朱大哥说 这种用糯米和茄子 制作出的食物叫茄香 它就是可以媲美带鱼的 梯甜美味 但铺上的这层糯米粉里 可是藏着玄机的 在青红椒丁和蒜末里加盐 搅拌均匀后 放入糯米粉 反复抓匀 包裹住蔬菜 在糯米粉里 其实还藏着一些 若有四无的辣椒和蒜香 经过一周时间的晾晒 茄子失去水分 变干变硬 呈现褐色 茄香大功告成 切成小块 下锅油煎 此时 任谁也很难猜出 这是茄子吧 大哥你别说 切成这个形状之后 你感觉这个茄香 看着真是有点像 那个带鱼的这样子 像吧 是 茄香煎到两面焦黄后 加入青蒜和青红椒 快速翻炒 锅气生腾 色彩诱人 那么它的口感 真能媲美带鱼吗 怎么样 你也别说 这有糯米在吗 它那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对 但那个带鱼熟之后 那个感觉有点 真的有点像 像带鱼是吧 我觉得非常好吃